2018年6月29日,悉尼时间下午2点35分左右,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法官Lucy McCallum宣布同意对高云翔进行保释, 不过其保释条件也被媒体称之为罕见严苛,法官要求高云翔必须住在栋权宿的房子里,每天两次向当地警局报告,护照上交,并且需要佩戴电子脚铐,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必须在家进足。 最重要的保释金高达约1400万人民币,而据有关律师解读,表示高云翔虽然已经被成功保释,但是他仍需自费2万多澳币约10万多人民币买电子脚铐,也就是一个电子环套在手脚上,超出距离就会保释。